这是一个会冻的沙发 只要有美女坐上去 她就会启动按摩功能 这表情看着 确实容易让人胡思乱想 可如果坐上去的是男人 她就会晾出铁钩 主动出击 杀完人 还能自己处理尸体 几天前 这个男人为了报复女友 请求巫师 锯断了双腿 然后把灵魂封印到沙发里 第二天 飞飞搬了新家 现任男友为了图便宜 倒腾来一个旧沙发 晚上 飞飞洗澡时 总感觉有双眼睛在盯着她 她虽然感觉到了不对劲 但又没有太在意 洗完澡 她坐在沙发上 放了一首音乐 没想到 这便宜货 竟然还有按摩功能 而且 按摩手法相当专业 飞飞躺在沙发上 很是享受 慢慢的 她越来越喜欢躺在沙发上按摩 甚至 还把腿放在上面 看起了电视 但她不知道 那沙发里 藏着一个可怕的灵魂 这天早上 她打开门 看到了满地的蜡烛 她顺着蜡烛走过去 发现沙发上 竟然摆好了早餐 这时 男人打开门进来 她上去就是一个热吻 她以为 这一切 都是男友准备的 而一头雾水的男友 拿起饼干 就吃了起来 她还不知道 她已经惹怒了 这个沉浸的沙发 飞飞接到男友的电话 带着警察赶来 看着浴缸里 奄奄一息的男友 警察还是不愿意相信 一个沙发 会杀人的说法 后来为了远离这个可怕的沙发 男友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可沙发并没有就此放过她 她敲击着男人房间的窗户 男人好奇地把头伸出去 想要一探究竟